诶 哥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就让你说做吧 宝贝 你在跟谁打电话呢 今天过得好吗 刚刚是真理 今天过得很不好 怎么了 和我说说呗 你的义哥 不买我的照片 还说了不少打钱人的话 行了 要不 我们不跟他合作了 我们也不缺他这一单啊 我缺啊 我又不是年轻五百万 我等你工资 然后我们家已经很吃力了 那还有我啊 我也有工资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 不可以 我一个大男人总拿自己的女朋友帮忙赎钱 你思想怎么这么了就啊 请 我是她老舅 过于一格 又要过学 思想你来吧 你 你一口一个一格一格 我不就是在餐厅喊错一句嘛 你有不要这样吗 你这么喜欢喊错 你去找他呀 诶 哥哥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你干嘛啊 诶 你干嘛啊 可可 睡了吗 可可 对不起 晚上我说错话了 你知道 我现在对自己的摄影能力也都很有信心 但经过你一这么一说 还要晚上整理 电话你所有的扭矩 就让我上市了信心 我从来没这么沮丧过 我倘若连自己本质工作都做不好 那还怎么守护你啊 那还没什么事 你还没什么事 宝贝 我懂 我懂 但是你知道吗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最棒的 我喜欢你跟我拍的照片 也喜欢看你的作品 更喜欢你如树虾山一样的跟我说他们的巧妙之处 真的很迷迷 谢谢宝贝 诶 你干嘛啊 文萱 嗯 可不可以 不要再和林萱合作了 可是我和人家才能合同啊 没关系啊 我去跟他说啊 你 为什么是你去 你好 请问你就是文萱吗 是啊 你是 我是珍妮的秘书 你叫我小小就好了 好 怎么来的是你啊 怎么来的是我是吧 等一下天气好了我先叫杯喝 老板来杯柠檬水 好的 请稍等一下啊 是这样的 林老板他们比较忙 所以让我来转达他们的意思 您先看一下 嗯 好 小姐 你要的柠檬水 谢谢 其实你的这些照片都超美的 但是他们需要更好的 稍等我接个电话 好 没事你接 喂 林老板怎么又是你啊 到了到了 已经在和他说你的意思了 你不要老师没事就打电话好吗 发微信不好吗 发微信 你就这么和老板说话了吗 他没有得罪我的地方 我也不会这样和他说话 再说了 下一个更好 下一个更甜 你这么说跟谈恋爱一样 你不会跟他有什么吧 人人都觉得林一很帅吗 我觉得他像个多毛的大行星一样 你这个有点搞笑哈 等下我有个电话接下 不好意思 没事 谁啊 喂 你好 你是 是我 你在哪 怎么了 我在咖啡馆啊 快回家 呃 呃 不好意思 我这边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没事 你先去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 拜拜 好 拜拜 云柯 你在哪里啊 你快出来 云柯 云柯 谢谢 想要甜甜的爱情 想要陪在你身边 想要一起简单的生活 然而不能实施顺心的 才是真正的生活 为什么取关了某些人 他们还是会出现在你的视野里 想活得洒脱一些 变得不在乎 可是人一旦想的多 就忘了怎么洒脱 但新事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会看不懂 会莫名其妙 会开始看剧 变得消极 利器 而后做出很多伤人的举动 抱歉 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真的不想 所以我做了最正确的选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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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